Hello 大家好 我是Long 今天我來介紹一個動漫 這個動漫是我覺得 近期最好看的遊戲改範動漫 這個動漫就是2020年的4月新版 由Side Game Picture製作的 公主連結 公主連結可以說是我 近期看的最開心的動漫了 上次人讓我全程笑著看完的 好像就是為美好的世界現象祝福了吧 那公主連結這動漫 到底有什麼魅力讓我喜歡呢 先別經我先介紹一下 這動漫的大概內容 在一開始我們主角 優術 在醒來時看到了一個名為艾美石的女神 艾美石說了一些事情 大概就是派了一個向導給優術 之後就讓優術體驗的PUPG的跳傘 掛號沒降落傘的那種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的媽 然後這個時候一個名為可可蘿的少女 就是艾美石派給優術的向導 可可蘿前往由艾美石女神醫院的醫院之地 帶著大量經費終於見到了優術 還有一群狼 而這些狼正在咬著優術 讓可可蘿驚訝他露出了表情包 不過當然最後還是成功把優術救回來了 然後我們的優術失去了記憶 我懷疑是因為從高速自由落體的關係 不過與其說是失意 我還過得會變成有機喔 在這之後又遇到了兩位少女 天然失火的佩可和凱流 貓尾貓耳塞過天 然後他們四人組了一個公會 名為美食殿堂 這公會進行的活動 當然就是尋找世界上的美食啦 就這樣他們四人開始了搞笑熱場的生活 劇情內容大概就是這樣 沒錯這動漫其實就是一個搞笑熱場飯 不過我看這動漫的時候是這樣的 一開始原來是沙雕熱場飯啦 不久後 我全原來是戰鬥飯啦 一集後 我錯了原來是美食飯啦 最後的感想 有生之人的KonoSpa終於出了第三季啦 沒錯這動漫無論是搞笑還是演藝方面 都讓我看到了KonoSpa的影子 特別是主角團真的會讓我想起這四人了 不愧是KonoSpa的導演 近期貴城 剛才我有說過我還以為這是戰鬥飯的吧 這是因為製作品的戰鬥作畫 實在是好到一個離譜 在我印象中熱場飯的戰鬥作畫 通常都只是及格水平而已 但公主連結還真的是刷新了對熱場飯的印象了 說實話一開始根本沒打算看好公主連結的作畫會有多好的 因為製作製作品的公司就是Side Game自己嘛 遊戲公司弄得動漫內容會有趣嗎 畢竟遊戲和動漫有一定的區別嘛 你們也知道的 遊戲有一堆支線什麼的 這動漫不可能把直接夾進去啊對吧 但就在剛剛開始不久後 這動漫就靠著優秀的作畫 讓我感到滿意的劇情 直接狠狠的打了我的臉 到了戰鬥畫面 直接讓我緊的下把他掉了下來 所以作畫方面我會給你最高的評價 至少這作畫都讓我不敢小看遊戲公司了 那故事方面呢 故事方面是採用了單元局的方式來進行的 幾乎每一集都有新的妹子登場 製作主也利用了有限的時間 盡量把每一位人物的特點表現出來 但篇幅不夠有些人物就不一定有什麼印象了 但至少特點一定能記得 所以在人物方面我也是挺滿意的 但別看這動漫是一個沙雕熱場方 但其實也是有認真說故事的時候的 比如貝殼的身份 而認為表得很不錯 但由於我不想劇透的關係 所以關於貝殼的身份你們自己去看吧 然後偶爾也會有一些伏筆 或是讓你感到不太明白的事情 伏筆就比如優術還進來會寫熱文 那這代表了什麼呢 或者是一開始曖昧思說的東西 和曖昧思的身份到底是什麼呢 又或者是優術失憶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這動漫在一開始的時候 會讓你感到有一點懵逼的 因為這些事情會讓你有少看了一季的感覺 不過在看了兩集後 就會不知不覺忘了這些事情了 但劇情偶爾也會讓你想起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看似單元劇的劇情 實際上也是故事的重點我認為 這些伏筆到底是什麼嘛 可能就要在遊戲或未來的第二季才能知道了 所以我在這裡和Sigan表示 第二季麻煩搞快點 好以上就是我對公主連結的感想啦 總結來說公主連結是一個相當優秀的沙雕熱場飯 無論是做話還是任何方面一直都保持著高水準 而自動漫最大的優點是 就算你和我一樣 完全沒接觸過公主連結之遊戲 也能開心觀看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看搞笑的沙雕熱 那自動漫我也十分推薦 好今天的影片結束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不需要做些什麼 但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迪賽隨時歡迎你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